最近,各界对政府都施以痛惯逼供,官员就擠牙膏式地闹一闹,做一做,每天收紧,多日卸。 市民才发现,原来我们社会还有那么多防疫缺口,好像鬼拍后尾枕一样。 如果不是政府宣布11月1日开始,所有政府部门和公共处所都要强制用安心出行。 我们都不知道,原来一直以来,政府施行的德政,但一个不遵从、不配合、不支持的,就是政府自己。 那就难怪坊间四围都充斥着一双双无谓的子仔,己都不育,怎私于民? 内地政府凡是有任何的新政,或者国家有什么呼吁,第一个带头做的,一定是公务员和共产党员。 看最初新冠肺炎侵袭,人人闻病毒色变,对未知的传染病,怕是人之常情。 但抗疫要的是人,人人都怕,那谁打仗呢?于是,国家的公务员和共产党员,全部跑在第一线。 有人举手带领,就有人无谓追随。万众一心,不是说说就算,而是要有人勇于踏出第一步。 而这个人或者组织,就是政府。 试想一下,如果当日抗疫没有公务员和共产党员作先锋,如果他们个个都躲在家,work from home, 内地抗疫会不会有今天的成果?我想起几星前一次入医院的经历。 那天朋友过世,我收到消息,马上跑到医院见他最后一面。 因为心急,家属门口没有人阻挡,我冲入医院时,完全忘记了素安心出行和量体温。 跑上病房大楼,再进入深切治疗部,见过遗体,问候家属,陆续有亲朋赶道。 我也多次出出入入,等到差不多离开,忽然听到护士问, 谁还未填小纸啊?我这时才惊觉,哎呀,对呀,在医院游了个几钟, 什么都没有数过,什么都没有填过。 反正都走,其实这张纸填不填都没人知道,但想想,都是要尽回公民责任。 我由街外冲到急症室,再穿过住院大楼,再进入深切治疗部,如入无人之境。 如果我是一个新冠的带菌者,ICU的病人真是后果堪如。 经历过才知道,原来香港的公营医院是没有强制数码的。 门前当然就有个箱在收纸仔。 大海航行靠驼手,政府的政策,政府医院和政府医护都不配合。 第一线的人都不以身作责,你叫市民大众怎样跟随,怎样服气? 昨天又有一次鬼拍后尾枕,政府即将取消大部分外来的豁免检疫隔离群组。 如果不是政府自己说出来,我们都不知道,原来香港的外房输入还存有那么多特权和例外。 我们以为只是机组人员,货运人员,政府重要官员之一类有入境的免检。 但看回政府公布的收紧名单,原来上市公司董事,保险业高层,银行业高层,证券及期货业高层,执业会计师等等,都是豁免之列。 其实还有尼哥杰曼的拍摄群组,七人篮球的比赛群组,和一些与高军有交情打过电话的比面群组。 到底过去这两年,香港的外房输入还有多少大众不知道的例外呢? 原来无权无势的乖乖顺民,永远都是被欺负的一群。